星一老师好 是主持人还有我们的空中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一琦网路上都叫星一 老师一开始行答你也比名介绍一下吧 为什么叫星一 这星一其实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漫画柯南 柯南星 柯南的那个长大高中生叫星一 那因为我是做那个社会科学的研究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 其实社会科学有点像是在侦探的那个整个过程 那随着你的探员 那你会逐渐逼近真相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还蛮打动我的 后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人物作为我的笔名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发现你教科商读到的 跟你这个后来发现的一些文史不太一样 其实很久了 尤其是其实我在写打狗曼奇这一本书 前后花了可以说十年的时间 十年摩一件 那十年摩一件其实是来自一些机缘 主要是做那个我之前是在高雄港做高雄港边 做高雄在地的一些劳动产业文化相关的口述历史 对那很早期是做买头工人 那从那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说 他们所开展出来的那个整个那一段过去的早年的历史 其实跟我们不管是教科书 教科书当然没有交代 因为也不会交代那么细 然后跟我们坊间其实也很少会去提到这一群 就是说就很基层的人民的他们过去的生命经验的这段故事 那其实只有他们的生命经验才可以铺垫出整个高雄市 作为移民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觉得说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本来都是直接读官方资料对不对 对啊 代表都官方资料 那我其实当然很多官方资料应该怎么说 有很多的文献资料 当时候有很多的各式各样文献资料 有一些可能是官方 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官方的那个整个文献资料 然后再加上口述历史要交叉比对 对所以才会就是说 所以才会花那么久时间就这样 而且基本上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是来自于说 就是说资料的出处 这个跟一般的那个整个旅游的书籍不一样 它有一点像是偷游旅游 然后带着知识性 然后也偷游旅游的过程里头增广见闻 那所以它里头有知识性 那它里头可能也是一些历史的文化的 而且我还蛮有趣的一个方式是 因为我自己是做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 我在荷兰念书的时候 念博士的时候是做政治经济学 所以我会用一种如果过去的历史 有很多的不同解释角度的话 那我会用一种所谓的战后的台湾的政治经济变迁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在看待高雄过去的那一段发展 然后也是因为你深入长期的这个高雄港的一些调查 才让你这个有心想要完整的去把它记录下来 对一方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其实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写高雄港 不过我是做治理那就是政治社会科学方面的 那个整个学术性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来自于说 我遇到了在高雄生活对不对 因为我过去比如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开高雄 然后在北部然后我甚至出国工作 那我其实是是后来在外面其实是多年之后才回到高雄 那重新回到高雄的时候那回到高雄那因为刚好那一阵子 我又准备要准备一些那个出国到欧洲念博士的一些工作 前制作业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知道说我在高雄时间没那么多 所以他们平常大家很忙很难见的见一面 所以他们下来高雄的时候常常会说你也顺便带我去玩 但问题来了高雄是一个它跟台南不一样 它并不是一个整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城市 像这个战后移民发展起来这些城市 你怎么带朋友去玩 你要看什么 你要关什么 你要看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叫观光的话你要在哪里去观光 这其实本身非常有趣的一个 对它不像台南那么多古迹跟那个小吃就对 对 所以那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高雄其实是有趣的一个地方 因为后来陆陆续续慢慢了解更加了解高雄之后 你会发现歌庸家触笔啊 歌庸一差不多1945年战后台湾的这类行政区重划之后13万人口 到了1985年短短40年间他已经成长到130万人口 那显然一定不是高雄人一个人生10个 一个家庭生10个生出来的 他应该就是移民嘛 对 所以这个移民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说高雄的那个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 有一点像是马赛克然后堆叠起来这样一层一层堆叠起来 所以不同的时间 那里面难道没有故事吗 那后来因为我长期就是说也都在海外嘛 所以你在海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所谓的观光他不一定可能是那一种大江大海 美好的景色或什么之类的 那高雄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山也很低 然后河就一个小小的爱河等等之类的 那但是如果你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故事 可以被诉说的故事 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恍然大悟说原来这样子 比如说爱河为什么叫做爱河 那他的命名 然后命名的过程其实还蛮有趣的 对前一阵子韩国瑜还要把它改成金银河有没有 金银河一样 发大财就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整个命名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让高雄人更加的清楚知道说 自己城市里头的那一条从过去可能是死亡之河 然后黑暗之河黑水沟 那重生成为所谓的那整个爱河 那很多人去那里 就是说会爱河两边 不管是骑好车或者是慢跑 然后那个过程里面你慢慢慢慢了解 对你的生活周遭 平常可能不以为一的东西 然后开始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你慢慢的觉得说这个城市其实是很美的 对 我相信这种高雄人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这本书你这个 整个文史的收集资料非常的广 然后深度也非常深 甚至从到清朝的那个在大陆时间的一些故事 包括一些大城岛怎么样来到起经都在故事里去收集到 所以你就是绕着高雄港这样子的一个单车路线 就找出十个区域 是其实我有点像是说我其实是围绕高雄港 那因为我觉得高雄港其实蛮有趣的 这其实跟我们过去的台湾的那个整个政治体制有关系 因为高雄港其实高雄应该是一个港湾城市 可是过去我小时候其实不认为高雄是一个港湾城市 因为过去我们的戒严时期 然后后来整个戒严慢慢可以清守 都封起来 对都封起来 它整个有一点像是英文字叫inclave 就一个飞地就把它给 就它就是跟高雄市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高雄的产业或高雄的人文 经济其实早期就是高雄港慢慢慢慢带动起来的 所以后来我想说高雄港开始市民也可以清净他了 然后随着我们做修二字 然后市民又清净这些整个休闲的空间的需要性 所以高雄港开始释放出来的时候 包括有一些地方过去我都去的 现在都可以去可以穿金 但是我们去穿金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 这个空间有什么样的过去的经验生命 OK它的那个整个 不管它的那个整个生命的激励啊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要有人要有人把它记录书写出来 然后当我们去清净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原来有这一段 相似的一个这个文史资料应该是 是否要有人来做 结果是一个民间的学者来做 这也不能这样讲 刚好我会后来真的有一个动力把它写成文字 其实炸了五啊 就是说我累积了很久很久的东西 然后可能都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去发表它或书写它 那有一些过去因为随着那个 2000年之后开始流行那个部落格 其实我在部落格也记录 一直有在发表 对对一直在发表啦 那后来是因为高雄市政府 其实那时候好像还是成局的时候 他们的文化局 那时候文化局长史泽还蛮有趣 因为他在发展伯二嘛 所以他其实在收集高雄的很多的故事 所以因为刚好我得到了高雄文化局的一个补助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文化局的一个补助 因为补助让你出版 其实不是出版是书写 对他们那时候是鼓励高雄人去写高雄的故事 然后那时候才有动力把所有东西整理起来 但当然也花了蛮多的心力啦 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收集十个点 我们是不是就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一开始大家所知道的就是爱河 对为爱河 爱河就是高雄很重要 因为爱河也切一匹高雄干嘛 所以爱河你为爱河的 因为你知道2000年之后其实是高雄的发展 就是从爱河的整治开始 而且从两岸的绿美化开始 其实我前阵子才上个月才去爱河 我发现那个灯光暗沉了不少 是不是疫情的影响 疫情有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来自于 我觉得当然这可能就跟政治有关 就是说高雄市的那个整个新任的市长 他并没有衔接过去的 他不晓得高雄过去的整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的脉络 所以他没有衔接 比如说他其实并没有继续高雄港爱河 然后入到高雄港 然后因为爱河谢昌廷那时候当政的时候 他喊出一个东西叫做港四合一 可是港四合一 因为我们的高雄港属于交通部嘛 那没有办法港四合一 但是随着我们的那个整个船舶的大型化 所以一港口的入口处 各种港有两个港口 一个是基町那个地方 那个是一港口入口处 那一些的码头其实是散装杂货 那一些其实大部分就是吃水比较浅 所以他一号到二十号的 二十二号的码头的空间 其实是可以释放出来 逐渐的释放出来 所以后来随着这整个高雄爱河的整治 然后进入高雄衔接进入高雄港 然后空间释放出来的那个整个过程里面 到了城局 最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定掉 我们所谓的亚洲行丸区 要期待有一个新的东西 亚洲行丸区可以带动高雄 不管是产业转型 然后或者是城市的地景地貌转型 还有市民的休闲空间的转型 所以他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可是到了韩国瑜之后 他不小心是不是因为换了政党 就是说彼此之间的政党也不一样 所以他不愿意衔接 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 就是说城市的整个发展 产生了一个断裂 所以爱河啊 或者是高雄港过去的那一些亚洲行丸区 其实有几个点 其实是一开始的投资 一开始的基础建设可能还没有看到成果 但是你只要长期的吸引来 它其实真的可以带动 可以让高雄整个城市的转型 得到就是说市民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 就很多东西就没有衔接 那韩市长因为他比较是点式的那一种政见 他不是整个过去发展下来的点线面 整片然后有一个主轴 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轴来做带动 然后一个区域来做带动 所以后来才会你看到爱河旁边 然后或者是博二 过去的那个整个博二 其实博二就是港口边的仓库群 就跟花山一样 对 但是他就是港口边的那个整个仓库群 对 那这些地方 然后包括高雄港的那一些建设 其实后来还蛮可惜的 就是好像就没有成为市政府主要去promote 甚至去维护然后的一些政绩的宣传 可能是因为他宣传这些政绩是上一任的 所以就不愿意吧 我再猜 就是做得再好的话 大家也会说因为那是上一任带头做的 对 所以他就要想一出新的点子就对 对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等于是没有衔接的过去的 可是因为那一段过程其实是 高雄的城市的转型的一个 那个重要的一个主轴 累积了20年了 所以我是觉得不管 就是说城市的市长首长换人 政党换了政党之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衔接 不然城市常常会处于断裂的一个状态 对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主轴是高雄港 高雄港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说 后来的那个整个二港口 然后货柜码头 那他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候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里面也书写到一段 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就那个过去高雄港 治理高雄港都是海军出身的 非常有趣 那当然他有战争时期的一个考虑 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务局长 他差不多在高雄港待了差不多19年多 他是那个整个李廉慈 李廉慈将军然后退下来 然后接任 然后他有一个东西倒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很早就替高雄港 做了第二港口的一个建设 跟经费的争取 所以第二港口建设之后 然后下一步就是因为吃水比较深 所以高雄很快其实在货柜码头 因为运输会带来 过去都是散装杂货 然后后来开始货柜传出来的 越来越大就对 对对越来越大型 然后那边的整个货柜码头的 这个整个潮流 然后李局长让高雄港走在前面 所以后来其实我们的高雄港在1993年到2000年的时候 其实最风光的 他在货柜 1993 对 他其实是在货柜码头 后来就在货柜码头 都是世界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 当然后来慢慢高雄港也不是说不风光 而是说 我觉得这高雄港的非战之罪 怎么说呢 是因为后来高雄港 随着整个中国成为那个整个世界工厂 然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他成为世界工厂的基地 然后吸纳很多的外来的这些 加工组装 然后等等之类的在中国 那他们之后就会下一步就说 好这些东西不需要运到高雄港 或从香港自己出去 所以他后来就开始在 新建他大型的那个整个港口 所以他成为世界工厂之后 就成为那个整个新建港口 在200几年 差不多05或0几之后 陆陆续续完工之后 你会发现说 他的整个港口的 就直接就地生产 就地就运输出去 就不需要高雄港了 所以其实高雄港 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整个经济的 大环境 经济结构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里面 慢慢慢慢货柜量就 就排名就一直往后面 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非战之罪 并不是一个 单纯不以高雄港 做的再怎么好 还是我觉得很难去 影响整个大结构的转变吧 就是工厂都移到大陆去 自然这个货运 船运就直接到大陆去 对所以他们成为 加入世界漫威组织之后 然后他们成为世界工厂 然后成为世界工厂之后 他们的港口建设又很快 叫广大上青天 什么广州 深圳 大连 上海 青岛 巴巴拉的 这些就一直 一路这样一直建设 所以就从那边直接出去了 对 好 我们老师 我们先从这个 一开始这个国民党来到台湾高雄港 当时还是个所谓的战略位置 对不对 对 所以管制还很严格 因为随时要反攻大陆 所以那时候港口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去的 对 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港口 其实是还蛮严格管制的 所以有一个典故倒是蛮有趣的 就是我刚才在讲说 高雄港当时候的港务局长 都是那个海军出身 那当时其实就是为了要 因为那是战时体制 对 然后战时体制之下 他们知道高雄港的一个 那个整个那个位置很重要 那后来会新建第二港口 蛮有趣的这个整个军事出身 海军出身的李局长 他其实也是用军事的一个理由 然后很重要的理由 申请到经费 因为当时候经济没有那么发展的时候 对 刚开始 对 刚开始 所以他申请到了挖第二个港口 然后在那个整个红毛港那边 就挖了第二个港口 这个故事里面后来我就觉得说 因为当时候这个李局长 这里面有一个小典故 我觉得这个 这个可以摊开整个历史终身 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 那当时候陈臣嘛 是副总统 那差不多1949还是1950年代 因为整个国民党 从中国撤退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他们就有一次陈臣 跑来副总统 跑来视察高雄港 因为他也是军人出身嘛 他看到说不行 高雄港只有一个洞 就一个一出口 一个进出口就对 那敌人只要那个炸几艘船 在这个整个船口 那我们就出不去啦 这个这样的一个战史 就是说乘船 这个避锁港口的这样的一个乘船 利用乘船的避锁港口的一个战术 其实是来自于 1895年的那个好像是美西战争 就是美国跟西班牙在古巴那一块地方 那那里当时候哈瓦纳港还不叫哈瓦纳港 好像叫San Diego 这个港口的时候 然后在那里进行一场战争 刚好有一个日本的武官 就是秋山争执 阿基阿玛三年武器 然后他去考察了这个东西 后来才到了10年之后的差不多 就是说1905年的日俄战争 04年05年的日俄战争 在旅顺港 他们也是用这一招 对他们用这一招 虽然这一招没有成功 可是最后因为日本战争 就是说打败了俄罗斯 当时候的崛起的俄罗斯 所以孙中山就觉得 这一场战争是非常不得了 因为那等于是好像 弱小的亚洲民族 竟然可以打败这种欧洲来的这种 大国家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亚洲人的胜利等等之类的 那我在猜可能是就是说 作为孙中山信徒的这些臣臣们 公民党这些人 他们可能知道这一段 孙中山孙总理曾经对他 这一场战争很那个 所以后来他才会说 不行啊 如果你只有一个港口的话 那你敌人轰几只船下去 那你就跑不出去了 所有的军舰都出不去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 因为这样的一个军事理由 因为当时候经费很拮据 所以你一定要优先次序 可是如果你有军事上个理由的时候 就会相对容易 所以你看我们的二港口 可能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典故 所以我就会从中里面 将这些故事把它拉出来 然后拉出来的时候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 二港口就不只是二港口了 对他其实有一个 你看可以拉到1895的美西 到1905的日俄战争 对对对 对然后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后来呢 在里面还有讲到这个打狗的五金老街里面 就有所谓的这个拆老船 捞成船 这样的业务 然后那时候是大家都在赚钱是不是 是 那个就是因为整个港口旁边嘛 那为什么会在港口旁边 尤其是高雄港爱河进去之后 一边是13号码头 13号码头其实蛮有趣 以前是我们国防部的 对 然后他是那个凡是你抽到那个金门马祖 你都会从那个国防部的 从那边送船 对送船出去 抽到金马奖的时候 OK 那那是在2005年的时候才整个 因为那个整个军方国防部 把这一块那个码头的使用 然后交还给市府 OK在2005年左右 然后对面就是12号码头 就是爱河会进去 当时候叫珍爱码头 那现在都已经12号跟13号都成为流行音乐中心 还正在新建当中 那刚好在珍爱码头那边有一条路公园路 全部以前都是高雄的所谓的大五金 我们来说 我们都以为是五金的小店铺 对不对 五金啊 路西啊 其实不是 高雄的那个公园路 它是一个大 就是说比较是制造 中小制造业里面的机具 生产机具 包括你的马达啦 摩达啦 水枯啦 你在抽水的水枯啦 大粒小粒的大型的小型 或者说你在那个整个 就蛮有趣的在爱学到他们很多那个整个 他们的韩话吧 或他们的说法 比如说叫金布鲁鲁 然后叫Chenbroke Chenbroke就是那个吊车 在工厂里面大型机具要吊的时候 你也要吊车 那有趣的事情是 你知道台湾过去我们依靠中小企业做台湾的经济奇迹 创造经济奇迹出口倒下嘛 经济奇迹 我们出口旺盛都靠很多的中小企业 那现在制造业他们为什么会有竞争力 他们很多其实都是包括他们的机具啦 包括很多工厂要维修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不是用最好的生产设备 也没有办法用像日本进口那种原装的生产设备 他们可能都是用二手的或什么的 后来 那一些二手的维修 的那个整个那个维修 其实都是高雄的这个那个五金街 就公园路那一条 所以在里面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那个 那这是后来的故事 可是这时候你就要问一些 如果高雄的五金街一条感觉 一开始感觉很杂乱无章 但是好像却支撑起台湾 中小企业出口制造 他们工厂运作里面的很多的基建 零组建 维修 或甚至一些零件的那个整个提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那怎么会成为一条大五金街 所以去挖掘他的故事 然后发现原来是从拆船 那拆船其实也跟那个关系 对好像1980年代高雄 曾经是世界拆船的拆船王国高雄港 我记得如果老一辈的人 应该叫英雄于高雄港的大人工 曾经发生过一个 好像加纳里尤轮的爆炸事件 意外事件 那个事件之后 我们拆船立于高雄 慢慢衰落 好那你就会觉得 好那为什么会有拆船业 就一直这样一直抓抓抓 你去追索他的过程 发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人对不对 走美国 那时候美国到底要选台湾 还是沃河河冲绳 这整个呢 因为要跳岛树 登岛 那有一个说法是从台湾高雄 那很害怕 所以他就自己炸船了几艘船 那在家美军都会轰炸 对 日本的日治时期的台湾 这也有港口 所以他炸成了差不多178艘船 所以战后 首先遇到问题 这些船要捞起来 不过高雄港没有办法进行恢复 对 所以捞起来 能用的就修一修 不能用就拆一拆 然后之后呢 随着那个整个1949年了 中共国民党 他们要转进台湾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跑长江黄河 在江沦 台湾最大调的高平溪 左水溪怎么可能跑这种 所以这个也没有用 就河轮就对了 对河轮 大型的嘛 要拆一拆嘛 那拆一拆完了之后 之后就慢慢慢慢的累积了一些金钱 他们低筒金 然后刚好整个国际的船舶市场 然后他们就去购买船舶市场 然后报废下来的 然后就来开始拆船 然后那时候拆船 每一艘船里面真的很厉害 就是说 它是连家具 那个都是欧风家具 当时最时髦的欧风家具 都有人要买 所以呢 在那个当中拆船之后 高雍都变成拆船王国 然后这些零组件啊 里头的所有的各式各样 钢板就可以成为钢板 那它的那个甲板啊 然后就成为钢板使用嘛 那填补我们中小企业制造业过程里面 欠缺的这些钢材原料 然后还有里面的机具什么啊 马达什么什么 可以用全部就拆下来 就在这里进行维修 所以那五金街的故事 其实你拉出来 你就会发现说 那其实是一出战后高雄的产业 的一个历史 绅士 但同时这个产业不只是高雄 因为它支撑了台湾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原来高雄其实也是跟台湾息息相关 我们高雄没有很长的历史 好像几百年的这种整个历史 但是它有劳动 然后它有制造业和产业的 然后这些历史你看这样谈起来的时候 还是很好玩啊很有趣啊 老师在书里面有讲到说 就是因为这个船的东西啊 其实它的零件要在海上跑 所以它的东西都很臭用 连它一个什么碑碗家具 什么钟表什么挂在船上 通通都有人要抢购就对 所以才会造成拆船业的整个兴盛 对 纯听到贤家具 那都很多人 跑去给它抢购 那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个整个 还没有办法直接从国外进 一手的那种欧丰的家具 或国外过来瓶 就是透过船来买 其实透过船来买 然后12号码头那里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 它也是一个走私的一个港口 对对对 你有讲到说空船申请进来之后 里面就夹带了很多 对对 因为它是那个爱河入水 比较浅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跑的船 停泊的船只 就不会跑比较长的 然后所以当时候有一个说法 是说 它那里叫潜水码头 吃水比较浅 所以它的买头 其实台北昏乐副有一个任务 都是跑香港的船只 香港船 然后香港船只 就是后送勤制人员 然后也因为后送勤制人员 所以附有特殊任务 所以去了之后就 采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就跑进来 然后其实就是有一点是 这个东西来作为你的头牢 对对对 变相的那个好处 对对对对 所以高雄有一点 就是高雄的 早期的薄来瓶的 那个整个集散地 很重要 有副钢 在沿城区有一条 这个副钢 其实也跟这个东西有关 所以 他们去招勤进来之后 人家寄卖的洋酒洋烟 这在进口管制的年代里面 其实是高雄的 那个整个奢侈的 那个薄来瓶的享受的来源之一 那时候就是一些高商权贵 他们才有的管道就对了 对对对 这也是要特殊的那个 才有办法进来 是是是是 我们来讲这个三号香蕉码头 里面有说到一些 台湾香蕉当时曾经这个 出口到日本很大的一个比例 是 后来是被东南亚竞争之后 才开始这个没落下来 嗯 应该是说 其实是 我觉得主要是政治斗争 就是说那时候有发生了 一个清国合作社 吴正恩瑞的香蕉 因为那个高雄港很有趣 就是说 高雄港是旗山嘛 还是那个 不然是冰冬那边那边 要用那种香蕉 就来到我们高雄港 要出口到日本 对 他三号码头有一个 两层的那个整个香蕉棚 就是要吊香蕉 嗯 底下吊香蕉 其实要空旷 然后晾在那边 让他买日晒 因为他有给他盖一个棚子 就是怕日晒雨淋 因为日本人吃东西是很 很挑剔的 很挑剔的 你知道吗 对啊 那我说 你的皮肚暖暖 就可能没了 所以你要 香蕉够好 所以呢 日本的那个香蕉渣 都是可以说 一旧六空年来施的时候 他有一个 一个磁田内阁 一个首相他们开放 台湾的香蕉可以吃 在加上 那个 清国合作社 五金水 他们跟日本的关系很好 然后日本人做生意反正就有一套 就有一套信任关系嘛 对对对 看人就对 对看人 所以就跟 那个日本外销 金融外销外销 日本外销吃好 那后来呢 它的外销比你知道 早期我们台湾的外汇 其实是欠缺的 所以假设我们一年赚100块的话 我们的香蕉可以赚到 就是说占三成的比例呢 台湾的外汇的所需 只是一个金融 所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后来好像是发生了 整个吴俊瑞的那一种 什么清国合作社 去赠送 整个一些达官贵人 一些什么金盘啊金碗啊 那因为那个这个 违反了那个整个 东元抗论时期 黄金不能够什么买卖 什么巴拉的这些 就御加之罪就对了 对 后边就有一点听说是有 有几个原因啦 那其实大部分都是政治性的原因 比如说政治斗争 因为 金融外汇 那是宋美龄的这个夫人派 然后蒋经国那时候小蒋 1960年代青年代 他唯一还没有掌握的 就是外汇的这个部分 然后当时候徐伯源掌握外汇的 跟这个整个 因为这个香蕉创汇很多嘛 所以那管理就好 所以一定要把它搞下来 有这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得罪李国鼎 因为李国鼎 以前我们都以为李国鼎 就技术官僚 然后台湾破坏台湾的经济企势 但是有些说话就是 他们弟弟跟美国人 用指向来提起 对 香蕉 原本是用那个竹篮 竹篮 用竹篮就对了 因为那要把拉丁美洲的做法搬来台湾 但是因为台湾的小的 那个整个种香蕉 种植场 其实没像拉丁美洲 用大片的庄园 所以就说那个整个条件不一样 所以用指向的话不是那么好弄 所以好像就没有答应这件事情 那好像也得罪了权贵 那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国民党当时候跑到越南 要开始四种香蕉 因为知道好赚 那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那当然还有一种 对 自然的说法说 台湾就得到了那个什么 一种香蕉病 对 里面的一种什么黄什么病来的 对 总之就是那一段的历史 所以你看一个香蕉的码头 然后曾经是创会的码头 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所以你在书里有讲到这个很可惜 那个香蕉这个历史馆 居然没有提到过去交农这一段的 没有 没有 那就是不够全面 对 就是说我们在谈整个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方面在书写历史的时候 可能考察没有那么全面的关系吧 我觉得 好的坏的都应该要讲 那本来就是 那就是就像爱河过去很臭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在这本书提一个 不管高雄过去是美丽的一页 还是爱丑的一页 它都是我们的高雄 对啊对啊 包括在书里也有讲到蒋公庙对不对 对啊对啊 居然有两个这个 要先从大臣部落开始讲对不对 对啊 大臣 其实大臣 其实1955年离今年是差不多 1955年到65年 其实65周年 今年是大臣撤退65周年 那大臣岛其实是很差别的 就是说大臣岛的撤退的故事跟1950年代的那个整个台海 很多战云 战事 密布 然后整个国共之间的那个战争 其实都都很大的一个关系 先说大臣岛的位置是靠浙江的出海口 对他是浙江出来之后 他这样上大臣下大臣差不多七个岛 所以离大陆很近了对 对算是大陆的那个整个中国大陆浙江省的那个 它隶属于浙江省的那个整个外海的那个整个岛屿 所以当时候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时候 转进到台湾是这个上下大臣啊 然后再加上那个整个金门马祖 对是其实掌握这些 然后当时候其实是因为 那时候就是美国当然协防台湾 这个所谓的那个整个台美的那个整个协防条约来的 到底要不要包含外岛 大家就讲 蒋介石希望他能够包含那个整个金门马祖 所以他就用大臣 大臣理论上这样拉太广战士太广不好守备 所以本来就应该要那个 然后后来就打了那个整个1955年的1月23号 还是1月什么时候 1月底下旬的时候打了一个一江山的一个战役 那这一江山战役可以说是全岛 据说全岛都死掉 有一个王生民将军 然后那个王生民将军 然后就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然后那个感人的故事就是说 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我 然后他就震亡了 你没有讲到那个乌龙事件 对对对对那个乌龙事件 然后后来我看到 也不知道真伪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我后来有看到那个中国的纪录片 因为中国有一些节目做纪录片 但是那是北京的观点 然后他北京的观点的说法就是说 我把两岸并程 就台湾的对于这件事情的说法是什么 然后北京是怎么样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王生民将军最好就是以一江山战役 来的一个殉职嘛 那后来我们高雄的有一条路 他风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叫王生民路 然后在地的居民因为王生民听起来就 你讲民间的叫 王生民路 对就是说好像比较不好 所以后来好像就要改 可是他还是保留了一段 然后另外一边就改成峰顶路这样子 那重点是一江山撤退之后打了之后 然后后来才会有美国说 好那你大臣岛给我撤退 然后在协防条约里面 才加上了相关的岛屿的这几个字 所以那时蒋介石使用一个所谓的军略 那个政略高于军略的方式在处理这个 那后来大臣就成为了大臣一包嘛 对不对 大臣一包 然后大臣他差不多据说一万八千多名 撤退来台湾 那你从北到南就要有所谓的大臣新村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高雄刚好他既定 安置在其境 对高雄 其实还有其他地方 对对对 但是主要 全省都有 对对 主要就是既定 既定的那个所在 因为他来的 我为什么会去研究 在那里面是那里面是 后来他们有一支队伍 其实是进入到那个整个高雄港 成为码头工人 对对对 他们有受训一些海事相关 所以就是就近在那边工作就对 就是说他那是按照你过去的职业背景 比如说你大臣的时候 你还是做买头的时候 后来他们就是买头后的人去做 后的人做传播修理等等之类的 因为既定也是旁边就是海共港客海家 这个大臣他们就很感念 这个蒋介石 后来蒋介石贵星期之后 他们就给他去廟 供奉起来 供奉起来 他蛮有趣的 是说他的庙 好像他有大的 比如说大房跟小房 因为他们来的分配的房子 不一样 有复兴礼跟实践礼两个不同的礼 然后就就有两间 那个整个不同的 那个大家有互别苗头 各自有各自的那个蒋介石庙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叫蒋公报恩冠 一个叫蒋公感恩堂那块 就蛮有趣的 那后来在2007年 还是零几年之后 有一次苹果日报的记者问说 为什么那个蒋公感恩堂 原本蒋介石是主神 然后怎么会跑到偏 刷到旁边就对了 他说这是不是 因为阿旁那是人做总统吗 他说这是不是去讲话 我跟他说不是 因为经纪我问在地 因为你知道老一辈子就过世了 那也垂垂老一 所以他们的管理委员会 大部分都跟年轻人 年轻人就会比较现代 想法比较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说 关世音就变成主神 然后蒋介石就移到旁边 而且这个是拨杯的 对对又情世过的 所以是蒋公自己同意 让到旁边去就对 有在书上有这个报纸 对对对 这个新闻 所以其实他们大臣 目前的一个现况 大臣的目前现况 其实后来大臣 其实总体来讲 台湾的大臣人 其实有一只很多 其实后来就成为了 就二代三代四代 移民到那个整个美国去 因为那时候1970年代有 干人做商船的训练 结果商船训练去那儿 后来他们就走去那儿跳下去 就成为黑公 然后开始开餐厅 所以那个整个 那个在美国有一只 就是温州人开的 就浙江浙江的餐厅餐馆里面 其实有一个大臣人开的 然后很多都是台湾的这些子弟 就是说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又转进美国 对对 就是很多他们的那个 早一点的这个仙人 都过去那边做黑公 对所以大臣 所以他们有一只 其实他在那儿 台湾其实有一些大臣的一些名人 对然后有一些 你就说最近的大臣的事 比如说台北市市议员梁文杰 就是大臣人 说第三代啊 第一算第三 第二第三代去了 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 前一阵子比如说 那个波那个谁 何韵思红七的也是大臣人 因为他们会比较中党爱国 对对对 因为不要跟白人比较近 所以就 讲到大臣之后 我们就接着讲讲公的这个 铜像 你里面有讲到一些典故对吧 有啊 包括在哪个路口 有个骑马的这个 那个就是我们高雄市 因为高雄市蛮有趣的 高雄市其实我们 老一辈高雄人应该知道 高雄市有很多圆环 圆环有很多的铜像 对 其中最出名的其实是谁呢 是那个高雄市中山路跟三多路 的那个圆环 其实有一个骑马的铜像 是因为它最大是不是 不是 它有一个故事蛮有趣的 它算是很很 就是说很宏伟啦 因为它是乘买的 当上 它是唐龙铁工厂 所那个赠送 后代赠送 以前如果了解的话 高雄有两间 台湾有两间很重要的民营公司 叫北大同 就我们的大同宝宝的那个 大同电锅的那个 百年企业 对那后来不是因为最近中资 有去燃止吗 然后有一间叫南唐融 登营 但是唐融呢 在差不多1970年代的时候 被那个60年代 70年代被充公 对那当然就是那个 有一些政治操作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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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很多的解释啦 不管他就是 本来是私人的 然后就被政府给充公拿去了 拿去之后呢 他的后代就是唐家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 就可能他们觉得得罪当刀 或怎么样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铜像 要来奉献 然后修复关系 还怎么样 其实按照今天的年轻人的说法 叫PLP 政治巴结 结果他的起码的铜像 当然非常因之焕发 可是却朝向西边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 你PLP如果批错的话 又得罪当道 得罪小人 你就完蛋了 结果当时候 仁安公你看 这就是暗喻 就跟蒋总统报告 蒋介石公 吃暗喻这个 这个叫做日薄西山 因为他码头 对对对 朝西这样 哇那是不得了的 包括据说蒋伟国 还有一些风水 看雨时都在看 后来还是有贵人 然后说不是 这叫灰君西进 对 西边是大陆 是 那灰君西进 然后就解套了 不然这真的很 然后后来 这一个为什么会讲那一个 是因为1980年代 1990年代 它成为了台湾 开始在民主化 从党外解研 然后民主化 然后很多的选举 很多的政治人物 当时候就是以这一个地方作为 主要的那个整个政治的 那个抗议作秀的地方 所以它就成为很知名的那个 的一个典故 就是说一个地方就对 然后后来 吴敦义任内为了避免说 那个就趁着凌晨 然后就把他移走了 所以第一个 那个移同向的 在高雄我就开玩笑 在高雄移同向 不是民进党的人 是国民党的人 他移第一个就对 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同向 主要是他移的 因为文化中心的同向 当时候在移的时候 是成局于 高雄文化中心是成局嘛 那大家都以为是民进党移同向 我说没有 第一个真的把同向移掉 是吴敦义 就前国民党当主席 对 蛮有趣的 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好 最后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你这本书就是以这个 单车路线绕着高雄港这样子 那高雄港现在的 单车路线的一个发展 其实现在就是说 现任市长比较不在意这个 对 过去 就是说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对照 就是说 在那个前任的市长任内 其实他做了蛮多的 那个整个单车路线的一个规划 那高雄港的话 因为高雄港后来 包括那个沿岸 因为码头 我刚才不是讲说 1号到22号码头 后来都成为那个整个 没有办法 港四合一 但至少1号到22号码头 其实成为高雄市的 市政府规划的清水空间 亚洲新湾区 那因为有很多的建设在建设 所以他很多的路线 暂时性没有办法 正在盖那个流行音乐中心 对 有很多 所以就没有办法亲近他 那等这些完工之后 其实会变成 我认为如果 接下来市长 真的还有心的话 真的是好好把这些规划 他是一个 带着书本 骑着单车 看着美丽的景色 然后你也可以 重新品尝 跟亲近过去高雄的 这一段 历史的 绅士的小故事 不过我上个月去做 那个清轨就蛮舒服 真的就是沿着 那个高雄港边 这样子慢慢开 对啊 那也是很好的旅游路线 好像又被停了 对 所以 对啊 所以就是 对啊 就人去 正习吧 就觉得蛮可惜的 就没有承接过去的 转型的 那个整个规划 的努力的那一段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 港湾城市真的很美 那高雄 从2000年之后 陆陆续续 把一些空间 释放出来 然后让高雄人 重新了解 原来高雄 不只是一个 就是说 城市 它是一个港湾城市 是有海的一个城市 对 所以我也跟他说 真的好好利用高雄港 然后高雄的 不管是 它的那个整个地景地貌 都会变得不一样之外 我觉得也可以利用高雄港 然后周边 然后带来高雄新的 从过去重工业的 然后高污染的这种城市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走出来 这个老师介绍一下 你的粉专好不好 听众朋友 如果看你这本书 是要跟你互动回应的话 如果有那个 就是说 可以上网去订购这一本 打狗慢骑乘以骑 然后你也可以 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知道的话 其实我很想组团带大家 等疫情过后 然后等整个脚踏车 就这些建设陆陆续 我真的很想组团带大家 直接骑脚踏车来走一趟 整个高雄港的这样的一个单车踏厂 不过这样一天应该很累 应该要两三天 因为还要骑到骑进去 两天 两天可以 而且周边还会品尝一些在地小美食 可以到我的粉专 星医陈意骑的粉专 来跟我那个讯息 就可以联络上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一骑老师 为大家介绍了 他的这个 打狗慢骑高雄港市单车踏差 前卫出版社 谢谢 谢谢 拜拜